近道回到台湾监视解研36周年 总统蔡英文跟监察院长陈菊 前往视察矫正署新店戒指所 而这里原本是国防部军人监狱 曾经关押雷震黄信介等政治犯 现在被列为不义遗址 蔡英文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 转型正义的工作 矫正署新店戒指所 前身就是神秘的国防部军人监狱 曾经关押雷震黄信介等政治犯 现在被列为不义遗址活化利用 尤其监狱内的卸制塑像保留到现在 总统蔡英文选在7月15号 解研36周年的时刻来此视察 宣示政府推动转型正义的决心 自由对历史和真相的了解 我们才能够追求正义促成可解 让台湾走出威权的阴影 成为一个更自由更民主 并且可以保障人权实践社会正义的国家 米娜立委苏智芬的父亲苏东奇也曾经被关押在此 这次跟其他政治受难者一同回到原址感触良多 同样是政治受难者的监察院长陈菊 则表示军事审判充满邪语类 而这些不义遗址将是未来人权教育的重要场域 转型正义能够落实更重要的 让我们的世世代代知道 台湾的民主是一代一代 不断的努力追求才有今天 近期来我们被提出不义遗址保存的条例草案 来彰选这个国家对于不义遗址保存的重视 促转会解编之后 由行政院各部会承接任务 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将会保存全台不义遗址 加速落实各项转型正义工作 记者 陈昌伟台北报导